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IPU苏佛频道,我是Mini 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马上就要过暑假了 所以有的同学是不是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日旅行了 已经上班了,小伙伴应该也在计划自己的度假之旅了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 我觉得在旅途当中,或者说在旅行出差当中 我特别愿意带的一些好物 有了他们,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放心 不管是健身状态还是皮肤状态都会更好一些 那废话不多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那这款吹风机呢,也是我现在旅行必带的一个好物 之前我在爱用品分享当中也有分享过它 但我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用它 现在每次出行,我还是会带它 虽然它很搭,很占我们行李箱的位置 但是我还是会把它带在身边 因为有一次我在旅行的时候想着酒店 反正有吹风机,我就不用再带这么大一个吹风机 放在行李里边沾地方了 可以多装一些其他东西 但是结果那次我用了酒店的吹风机以后 就整个头发全部都抱了满头的 所以以后呢,我旅行的时候都会带它 我用的这款吹风机这边有写它的型号 那这个七系的吹风机呢 它其实有很多种颜色都是不同功效的 我买的是这个一个酒红色的 它是主打护色的这样的功效 也就是说呢,在夏日的时候我们头发 如果说你染了颜色或者你没有染颜色 在夏天头发容易曝晒的情况下 就会很影响头发的发质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头发的颜色 大家看它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绿色的环形灯 是因为这一款吹风机呢 它是可以释放负离子的 所以在吹干的同时呢,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柔顺 更加的贴合 然后这样子就不会产生静电 头发就会变得很柔顺 然后很有光泽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它后边有一个这样很密很密的一个金属罩 这个金属罩它是可以插下来的 大家看其实平时我们的吹风机可能都是 后边是这么大的一个孔,对不对 这样子呢,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经验 尤其是长头发的同学 那大家吹的时候可能就经常会遇到你的头发被吸到这个里边去 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 一个是会把我们的头发烧焦 另外一个卷到机器里边也是对吹风机的一个伤害 你就会在下一次用的时候就会闻到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 其实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 但是它又有了这个很密实的这样的一个金属罩 大家看,它的孔特别特别的密 这样子的话把它罩上以后 其实它本来就在上面,所以我其实不建议大家把它拿下来 罩在上面呢,它就会防止头发被吸进去 这样就会很安全 那前面的这个红色的呢 它就是一个护色或者是不护色这样的功能 这个黑色的按钮,按下去它都会吹冷风 然后后边呢,这边有两个开关 左边的这个呢,它是调风速的 有两档,一二这样 右边呢,有三档,它是来调温度的 可以根据当时你头发的干湿程度来进行调节温度高低 那我现在给大家插上垫 然后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风力 风力一击 它其实还有三个配件就是可以换三种不同的这个吹风头 适合你不同的头发造型 有的是可以吹这种长直发 有的就是吹短发的 还有一个是那种大圆盘 可以用来吹卷发 就是已经烫过的卷这样的头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吹风机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特别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产品 一直非常喜欢用它 第二款必备的就是这个加板 很多博主其实也推荐过 我自己用起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 其实它是比较小巧的这样的款式 所以你放在包包里边其实是很节省地方的 为什么旅行当中我一定要带它 是因为它真的是很快 效率真的很高 用它的加头发非常快 就可以出门 就不会占用我们太多旅行的时间 基本上我用它 大约也就三五分钟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头发了 而且它使用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试用一下 大家可以做一起看看它的效果 一个圆形的开关 我要把它按一下 它又会响一下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圆环 大家看它正在闪动 就说明它还在加温 大概就等个五到十秒钟吧 然后它就可以加温完毕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听到了它的响声对不对 听到这个音乐 然后它的这个圆环不再闪动了 这时候就温度已经到了 就可以加了 我现在的头发呢 是刚刚吹完的头发 就是完全没有造型 就是刚刚用我的电吹风自然吹干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大家看就这样的很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弧度的这样一个动作 就可以打造出来 就这样子很温柔的一个微卷发 它没有那些我要调温度 或者是调模式的那些功能 就是它只有一个开关键 它就可以帮你调一个合适的温度 所以用起来就特别的方便 不用我们考虑太多 它已经帮你考虑好了 那同时它还可以 打造卷发的造型 也特别的简单 就这样子拿一锁 然后加住之后 这样子卷就可以了 我是属于那种 手特别笨的 不会弄头发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看我的示范 就是说你如果用这款的话 肯定会比我好 不会比我差 然后我就觉得它卷起来 它卷发的时候也特别的简单 就这样子就可以卷出来一个弧度 看就这样两三下就可以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弧度的状态 然后你上边也可以再给它 想让它喷一点也可以再这样子卷一下就好了 它就会更喷一点 所以我觉得在旅行当中它是一个必备的头发造型产品 那出行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疲惫 因为可能会赶行程或者是坐长途车啊 坐飞机啊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又免不了要拍照啊 或者录视频啊 那就希望我们的皮肤啊 还有一个精神都呈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所以我在出行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两个护肤品 那第一款就是这个胶懒的熬夜神器 那官方的介绍呢 那它是加速复原补充睡眠不足的秘方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那官方它就是为熬夜来设计这款产品的 它还富含了多种活性成分 可以减轻浮肿啊 还有疲劳 在我们脸上造成的一些痕迹 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比说 我今天用了会比没有用好多少 但是我确实每次用它了以后呢 都会觉得第二天不会看到那种皮肤的那种倦态 然后会觉得皮肤还是像平时就是比较好的状态时候一样 就比较光泽细腻 然后也比较紧实一些 就是没有什么倦容 它是那种有精油的味道 会有一点植物的那种香味 所以涂上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觉得睡得会更好一些 会更容易入眠 那另外一款呢 我一定会带不带就会觉得不安心 就是这款Audinary的咖啡因眼霜 它是含5%的咖啡因 它这有30毫升 所以其实用起来是非常非常省的 大家看这个瓶子蛮大的用做眼霜的话 其实可以用很长很长时间 基本上我每次使用的时候就只需要低一到两滴就可以了 它的质感不是特别特别的水 就是它也会有一定的粘稠度 但是又不是那种就是很粘腻的感觉 所以涂上以后就是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为什么我出去旅行或者是出差的时候一定要带它呢 它是主打去水肿去黑眼圈的 尤其是我就是那种小肿抛眼 稍微一累的话就很容易在脸上呈现出来那个卷容 然后眼睛就会有点肿 所以我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带上它 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会把它涂上 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快的让我的眼睛消肿 而且我是觉得它确实是有很明显的效果的 就是早上起来感觉眼睛肿成一条缝 然后把它涂上以后呢 过一会儿眼睛就会消肿 那除了这个眼霜呢 还有一个去水肿的一个必带的物品 就是我的美容仪 之前我也有专门做一期视频 是来分享这款美容仪的 有很详细的介绍 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它有一个蓝光冰敷功能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水肿的 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蓝光 然后它这个接触头呢 就会变得很凉 这样用在脸上的话 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去除脸部的浮肿 还有一个在旅途中 我一定会带的就是SKII的神仙水 这个产品呢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对我的皮肤稳定功效 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每次在我觉得 我的皮肤可能要长痘痘啊 或者是要有泛红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状态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它 它就可以很快的帮助我的皮肤 恢复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在旅途当中我觉得可能会因为环境的变化 或者我们可能吃了比较口味重的食物的时候 皮肤就会很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我带上它以后就会觉得很安心 当然这一款产品呢 就是不是适用于所有人 因为我听说有的同学用了它以后呢 就会出现烂脸的情况 但是我用它就觉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既然说到了这个产品呢 就想跟大家再多说两句 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 就是打开一个新的时候 我闻到它是一股酒精的味道 浓浓的酒精味 然后我当时在想这是我买到了假货还是怎么样 怎么一个护肤品可以有这么大的酒精味 它是用酒精做的吗 然后就没有敢用 然后可能放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再去用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味道有变 然后我会发现呢 你用着用着用到后边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大家说的那个口水味 但其实我仔细的想了想那个味道 它其实不是口水味 它应该是酵母的味道 它本身主打的就是它含活酵母嘛 它真的很像我们小的时候 是那个酵母片的味道 所以我在想 嗯没错了 就是它里面成分的味道 所以如果有小伙伴买了一瓶新的 然后你打开之后 闻到它有那个酒精的味道 其实它就是它酵母发酵的味道 然后经过 然后你打开了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因为有接触到氧气嘛 它会它会有一些氧化 所以它的味道可能会 嗯随着你这个打开的时间的长短 会有一些变化 大家不要担心 但是有些小伙伴呢 反映说用它烂脸 那真的就是你的皮肤不太适应 这种成分 那就建议不要使用它了 那在旅行当中呢 就希望尽量节省空间 可以在有限的行李箱空间当中 装进去更多的东西 我在旅行当中呢 就会特别的喜欢 带一些小样的产品 蓝蔻的小黑瓶 还有洗面奶 我也是都是带这种小样大小的包装 这样子呢 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节省空间 可以省去过安检的时候的一些麻烦 所以我在平时生活当中 都会积攒一些小样旅行的时候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但是这里有一点小建议就是 大家在旅途当中 一定要选那些 自己在平时就经常使用的产品 不然的话 本来旅途当中我们就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会出现过敏啊 或者是皮肤不稳定的状态 如果还使用新的产品的话 可能就会加重皮肤的负担 所以在建议大家在带这些护肤品的时候呢 就选那些平时自己就在使用 而且使用感非常好的产品的小样 那说到这个洗面奶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小样 它是一个旅行装 是装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旅行装的小套盒里边的 它里边一共有三款产品 一个是这个洗面奶 还有一个日霜 就是一个乳液吧 同时还配了一个润肤喷雾 这个就特别适合夏天使用 然后这个牌子呢 是Payma Vega 它是一个精油产品的护肤品牌 我平时还挺喜欢用它的 所以在旅行当中我就会戴上它 大家看我的这个乳液已经被我用完了 而且我发现它搭配双脆 真的是超级好用 这个系列是主打平衡皮肤的状态 这个呢是散香石 所以我平时旅行的时候 因为它小小的一个嘛 然后就也不怎么粘地方 随便放在小包包里都OK 或者是箱子的一个缝隙里边都可以 所以我旅行的时候都会戴上它 我还买了这个薰衣草精油 可以帮助我在旅行当中更好的入眠 提高睡眠质量 这样子呢会更有利于第二天精神满满的出去玩 出去拍照 就这样滴上三四滴的精油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会被这个三香石吸收 因为它这个三香石的表面呢是这样磨砂的材质的 所以它就会很快的吸收到这个三香石里边 它味道就会慢慢的散发到空气当中 当你睡觉的时候就可以闻着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味 很快就可以入眠 所以呢在旅途当中我都会戴上它 那除了提高睡眠质量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精油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愉悦心情 那我觉得在旅途当中 心情愉快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已经出去玩了还不开心的话 那真的是很浪费时间很浪费钱 所以我在旅途当中呢也会随身带一些小精油 因为它们就很小嘛 你看这样子 它是一个小的旅行装 一瓶五毫升 你看小小的一点点就不怎么占地方的 就可以随身带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香味 不用全部都带 那最后介绍这款好物呢 是经过我自己的血泪教训总结出来 一定要带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一款 首饰收纳包 大家看它卷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蛮小的 很小的一个像一个小钱包一样 但是其实它打开以后容量真的很大 可以装很多东西 而且它里边有很多功能区 比如说最上边的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袋子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孔 就可以来装这些耳钉啊耳环的东西 下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圆形的一个 它就可以来装一些这样子的耳环啊 或者是戒指啊什么的 但往下它是一个这样带拉索的包包 然后下边它是一个这样 摁扣的一个袋子 所以就是平时方便我们拿取 可能会放一些小卡子呀 或者是皮筋啊 或者是一些零钱 其实也可以放在里面 那如果你是出去拍照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带钱包了 可以把你的钱啊 或者一些贵重的小东西放在这个里边 然后你可以换不同的造型的时候 又可以有很多的手势在这儿 我觉得这个包包的功能还是蛮齐全的 基本上我觉得它可以涵盖我们所有手势的一个收纳需要了 而且它的这个布料非常的柔软 就可以很随意的把它折叠起来 这样随便塞在那儿也不会占地方 特别的推荐给大家 那好了 以上这些呢就是我觉得在旅行或者是度假的时候 会帮助我们呈现一个更好状态的一些好物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在B站找到我们 还有在微博和公众号 我也会有更多平时有趣的分享 希望你关注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